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3号天公弹 也就是年初九的活力加油站 我是Desmond 曾瑞耀 在这个年初九祝大家长长久久 久久长长的 那来到年初九我觉得就是福建人 在前一天的晚上或昨天晚上是最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忙着拜天公 那可能别的习惯其实现在 也是会跟着福建人一起来拜天公的 但是你们懂不懂 那么其实拜天公的来源是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就立刻来看一下 其实拜天公就是正月初九 福建人一定会做的一个礼仪来的 那么所谓的这个天公弹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它指这个由来 年初九呢 其实如果大家有念过 这个预言故事的话 大家都会知道 其实它来自这个女娃造万物 不是说女娃补天嘛 然后在那一天它叫造万物 所以那一天就是有这个年初九的 可是除了年初九之外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年初一其实是属于这个七日 年初二 狗日 年初三是猪日 然后年初四是羊日 年初五是牛日 年初六 马日 年初七是人日 然后年初八是谷日 年初九就是天日了 讲到天日呢 就是女娃补天 要补好那个天 你要创造许多这个万物的这个日子来的 年初十就是地日了 那天日呢 那所谓的天日就是天公弹的意思 那福建人就人民间的这个非常大的节日 刚刚有提过的 那如果说到这个天日的话呢 它其实属于我们这个玉皇大帝的生日来的 那这一天呢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呢 它就是天界最高的神旨 玉皇大帝的诞成 刚刚我有提说过 那我们所谓的天公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一位玉皇大帝了 所以在这一天呢 所以要进行这个祭拜的仪式 那就是主在这个宇宙最高的神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呢 要怎么说呢 要祭拜有关的这个各路神仙 在天日都要隆中庆贺的 那所以在这一天呢 怎么说 就要大行的去做这个拜祭的仪式了 因为呢 在这个玉皇大帝呢 在这个诞成日的下午呢 就会回暖了返回天宫的 所以在这一天呢 大家都很忙 那忙到下午之后呢 大家又可以 另外就是怎么说呢 和家人一起 就是庆祝 然后吃一些团圆饭 一般上呢 这就是福建人的一些习俗来的 好的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个 怎么说呢 我们的这个中华的礼仪呢 就是有关天宫蛋的 那么今天呢 年初九嘛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我们一位非常有名的 我们的这个风水师傅 来到我们节目呢 来教我们一下 在这个猪年呢 如何开运呢 立刻来看一下 俗话说 一年之际在雨春 在新的一年里 不仅要思考 如何好好度过这一整年 更要为新的一年 讨一个好彩头 2019年为几亥猪年 是生肖猪的本一年 数值太税 形太税 但时而生肖 该怎样为自己开运 比如要如何在家中 寻找文川位 以提高事业运 就或者是在家中的摆设 要注意些什么 才能够逢兴化及 有什么颜色的衣物 或配饰能够 增强个人运势 新的流年 新的大运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 在这一年 世事顺心 旺财旺运 今天就让风水顾问 让你在这个猪年 一望到底 当然新的一年呢 对于这个全新的 风水摆设 大家每一年都会非常非常地注重 就希望可以有一切 就是趋吉避凶 讨一个好彩头的 对的 那么应该如何怎么做呢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 我们的风水大师呢 何雨娟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还没拿你红包呢 你没有准备一下 对啊 年初久还可以讨红包 不用怕 等一下你等我 等一下你等我 对 君姐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都是红包 这也对啊 对 都是有钱的一个 对 首先先要跟我们说的 其实每一年你知道小朋友 开学 他们就会很注重这个文昌位 其实这个文昌位 对于这个事业也是有一定方式的 其实是的 因为文昌现在 就代表思考 代表这一个我们讲的灵敏的思绪 它不一定是小孩子读书可以用的 其实好像比方说一些文人 或者是你是做那种创作性的 你要是才用那个脑子去想东西的话 其实你也是可以注重这个文昌位的 所以就读书人也是看文昌 工作也可以看文昌 对 因为工作来讲 一般是要有分文职跟舞职 对 所以文职的人的话 就是比方说做作家 或者是做取家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文昌位的主要的目的是集中精神 对 让自己有多一点精神注意力 那么你就可以创作更好的东西 不过我必须要声明一点的就是 不是说摆了文昌位 你孩子就一定是读书很厉害 就是增强而已 增强是集中你的记忆力之类的东西 赚注意力还是什么东西 对 它是个辅助品 对 根姐 我想问一下 那我们如何去寻找我们的这个文昌位 家里的哪一个部分呢 其实有四个方法可以寻找这个文昌位 第一个就是你用的那个圆挂位 圆挂位的就是说我们是看那一个挂项 是 一般上来讲的话 东南方就是顺挂 所以这个顺挂的位置就是所谓的 就是比较有利于这个文昌的 是 好 那么这个圆挂位的话 当然就要看你东南方是在你家的哪一个部分 比方说假如你的家里面 东南方是在厕所 你不可能就在厕所那一边 叫孩子去厕所念书 去厕所念书 对不对 也不可能 所以有时候这个所谓的圆挂位 其实只是一个参考 也未必能够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明白了 如果是做不到找不到 你可以考虑第二个方法 是 那什么方法 就是在厕所念书的一个生肖 它的生肖呢 它自己比方说 在猪年出世的朋友 是 它就是几亥 对 那么几亥人来讲的话 它有自己本身的那一个方位 那么几亥的方位的话 我们有计算是在东南 是 是在这个 对 镇南 镇南的位置 那么镇南的位置就是你本身的文昌位 明白 你就以词类退 比方说这个是2019年出生的朋友 是 那么2020年出生的就是庚 就是西北 偏北 对 好 2021年就是新镇北 就是你可以慢慢地排这下 好 所以以这个畜生年份 对 来看你自己的天干是什么 所以如果是观众朋友 你现在可以立刻拍一张照片下来 就是把这个荧幕上的拍下来 然后自己去以词类退 了解 比方说是去年来讲 2018年有数 是 好 那么雾的话就是西南偏西 就是慢慢地排下来 然后就可以排出来 下一年的话就是另外一个 对 简单来讲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乌就是柯仔讲的那个 就是2018年的 然后几就是2019年的 然后2020年就是庚 一直一直排这下 老师 不是说也是有榴年的吗 每一年都换的 对不对 对 很厉害 当然每次给你做节目的 对 那么榴年文昌位 其实是最简单的 因为榴年文昌位 它是每一年都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会 就是九宫飞星 对 就是九宫飞星 对 那么在2020年 2019年来讲的话 那个所谓的文昌位 其实是飞到这个所谓的正北方 正北 对 正北方 然后这正北方的位置就是所谓的文昌 那怎么样去吹望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当然如果文昌位这么巧 是在你的书房 那个是最好 不用做这么东西 就是那个位置今年是非常利于读书的 对 万一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那个并不是你读书的地方 比如说在家的大门呢 或者是在你的厨房 隔壁什么之类的 你就可以做一些摆设品 好 放一些摆设品 怎么样吹望 一般上来讲的话 其实摆设品为文昌位有几样 那就是我们讲的文昌塔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富贵族 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提高文昌性的机会 那为什么是 哈里巴克是文房四宝那个毛笔 对 为什么 因为顺挂 顺的这个五行 这代表阴柔 好 毛笔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阴柔 而且为什么会有文昌这个东西 因为古时候那些人 他们觉得当一个文昌塔 在某个地方起了之后 那个地方就很多文人出现 就是很多人就科举一定是成功 了解 所以渐渐的人就觉得说 这个城市有文昌塔 越多文昌塔就代表它那个地方 越多人中科举 所以要我买一个大的 又买很多小的 放在那边就是也可以了 所以现在就很多人 就把文昌塔放在自己的家里 当然了 或是文房四宝这些就可以 还有故事的 还有故事的 当然这只是关系到文昌位 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 比如说桃花位 还有柴位 应该要怎么办呢 所以千万别走开我们的Ginza 还有很多的法宝要交送给大家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 过年常遇到的问题和紧急处理的方法 过年常遇到的问题和紧急处理法 急性胃肠炎 节日期间很多家庭的生活规律被彻底的打乱 吃喝玩乐 拜访亲游 成了日常最主要的工作 吃饭的时间没有规律 胃肠功能被严重的削弱 主要症状是感到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发热等一旦出现这些现象 应该尽量休息 同时口服葡萄糖 电解质液 或者是冲对糖盐水以补充凋失的体液 如果呕吐持续或者是腹泻严重 则需马上到医院就诊 并吃清淡的流制或半流制食品 来疏结肠胃的负担 手指切伤 在忙午夜饭时 一些家庭主妇常常会不小心就切到手指 症状轻微者可以立即用干净的药棉 沾上绿霉素掩药水轻轻的擦拭 而且可以防止感染也很快痊愈 并没有疼痛的感觉 手指切伤较严重的话 可以在清洗之后 用药水胶布复活伤口 如果伤口大而且出血不止 应先止住流血 然后立刻赶往医院 此外 要是被热油烫伤 可以用冷水局部降温10分钟 再浸泡在冷水里就不易起泡水肿 猫狗咬伤 现在不少的家庭喜欢咬猫狗等宠物 过年时人多 宠物亦受惊伤人 因此去有养宠物的亲朋好友的家做客时 可能会被猫狗抓伤或者是咬伤 通常被攻击的地方是手部 要是被宠物抓伤咬伤之后 要立刻用大量的肥皂水 反复多次的冲洗伤口 尽量减少病毒的侵入 不管是被猫还是被狗抓伤咬伤 都一定要在24小时内 尽快地进行狂拳疫苗注射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我觉得如果要吹望我们自己 或者我们的居家的话 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那个布局的方位 没错 那据说这个风水布局 一定离不开九宫飞行图 所以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是 来 君健 来教我们《几亥年的九宫飞行图》 又是怎样的呢 当然还没有查这个九宫飞行图 就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找方位 你不懂得怎样找方位 你就不懂得怎样放这个图 是一个 对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 你必须要知道你家的方位在哪里 很简单 拿自己的手提电话 那里面有所谓的指南针的apps 然后你就人站在门口里面 门口在屋子里面 对门口放 看那个指南针指在什么地方 是 当你知道了之后 你就把你家的平面图拿出来 就把你知道的那个方向放在这个地方 南 对 南 它是这样子 比方说 你如果看到你的屋子是 对 坐北向南 向南 最简单讲 向南的话就是 那么向南可能你门口是开这边 也可能开这边 是 但是不要理这么多 总之你的屋子向南这个地方 永远就是在你的九宫的 中间的上面的那个部分 明白 就是如果你门口是开这一边的话 是 它其实就是属于在西南的位置 你明白 不要以为说向南的话 我就是把南在这边 就把它移出来了 对 这只移过来不是 是以我们屋子的那个内奥来算 不是大门的来算 对 但是隔壁家的 对 不管也是 好 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要谈的是 你们要去忘什么东西 我要去忘什么都要去忘了 好的 我就要了 我觉得我们先看桃花吧 每个人会 你还要桃花吗 你还要桃花吗 人缘 但是说桃花也是人缘 对 我们这一行很人缘 很重要 来 桃花 桃花人缘的话 其实就在西方的这个位置 是 我们讲的是位置 不是方位 位置 那么西方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因为它是桃花 所以你就可以考虑是放一些水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比方 好 首先讲水之前 你要自己去找一些漂亮的花瓶 是 自己去摆放 因为你要趋望桃花人缘的话 你自己本身要找你自己喜欢的那个花瓶 是 你不要自己懒得说 妈妈跟我买一个花瓶 对 自己要有的和眼缘 自己和眼缘的 你自己看到觉得喜欢的 自己放在那边 好 自己去买花 好 自己去放 老师 要水养的吗 水养的比较好一点 它比较吹动 比如说桃花 水仙这些都会摔食 然后花的树木要一四九支 对 因为一本身是代表水 四本身是代表木 然后九本身是代表火 其实这三个号码来讲的话 它其实跟这个所谓的桃花性 可以起一定的作用 了解 如果要这个人员 就要放这个金属的一些饰品 对 可以更加的催旺 金属饰品的话 你就是可以放那些 比方音乐盒 当你人在家的时候 你就打开那音乐盒 给它就是吹动一下 对 了解 老师 一个问题 又是好 不可以放这个假花是吧 肯定 你要屈形假意吗 我不要 我要真的 要真的人员 要真的 老师 又有问题 又好 我们看到那个桃花 它在那个一百位 就是在西 可是那边又是山莎位 那应该怎么办 那山莎的意思呢 其实都是人家讲的一进不移动 好 一进不移动的意思 不代表说我放流水事物 就是吹动它 代表很吵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其实一进不移动 就是不能够动土在那个位置 明白 你一样可以放流水事物 来吹动它 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 对 老师 现在我要帮这个秦文饼问一下 好 因为她结婚了 对 所以就要讲生孩子 怎样吹她 就是可以生孩子的布局 吹生子的布局 你看我多好在节目帮你问 吹孩子的话 其实就是喜庆的事情 所以就是吹动这个喜庆心 喜庆心今年在西北方 是 那么当然喜庆有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吹结婚 一个是吹生孩子 其实它的原理都是一样 就是看你摆什么花卉 然后放怎么样的东西 来吹问你要了什么东西 是 那比方说如果你要喜庆 你要结婚的话 你就可能自己去买玫瑰花 但不要去掉刺 我们经常是建议用红色的东西 红橙纸的颜色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就要放泥种的会比较好 因为泥种的 我们尽量是要稳定的 不要太过就是弄到 因为你就要结婚 是 稳定才最重要 你不要特地去吹动它 让它 可能就是桃花朵朵 看到感觉更加不好 没错 如果是生孩子 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有果实的 就是五代同堂是很容易找 有时候你去吃场街的话 你也是看得到五代同堂 就是取它的那个意思 或者橘子也是可以 一个枕也是可以 就是有果汁的那种植物就可以了 所以一直摆在那边 摆在那一年 长年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对 会注意喜庆的 对 会注意喜庆的 那这个是我自己 我要就是上司可以提拔 你看这些 提拔 加薪水 升职的 一样的 提拔到要两样东西一起来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能源先 老板看到你觉得你很可爱 对 人见人爱 是的 老板 老板 同样的还要就是加强这个舞曲 舞曲就代表我们自己会提升 职业提升的意思 所以你要两管齐下 双管齐下 所以你在这边 我们之前谈了 就是放水或者是金属品 是 那么在这个六百的地方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放一些土制的东西 或者放一些漂亮的石头 漂亮的石头 对 原因是 而且一定要八颗 对 因为这个六百本身是五行属金的 我们就要取其就是土生金 那么土就是我们讲漂亮的石头 是属于土的 然后八其实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土 是 所以我们就以旗的那个意思就是土生金 老师 放水晶属于石头吗 其实我对于水晶这方面的了解 并不是很深 但是我也不晓得水晶有多真 不过我会觉得 如果是在泥土里面挖出来的东西 会来得比较好一点 好一点 对 或者是土制的那种好像 比方说那种好像 淘气 淘气也是可以 明白 就是双管齐下这样子 了解 等一下我会去买的 好 老师还有就是我们都希望 每一年都有多一点的旅游 对 那如果是想要催动这个旅游运的话 也是 或者是想要移民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地方 对 也是这个五曲 这个地方来讲它是一马 它是个洞的 假如你想要多一点旅行旅游的话 这我们就可以放一些骏马的肖像 或者是一些马的那些图画 图像之类 就放在这个六百的地方 它可以取其一就是一本千里之类的东西 就是有机会多一点出国这样子 那老师 我要放 因为一般上这些万马崩腾的花香 对 是很大幅的 我可以放一个小小幅的 这样的尺寸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一些马的塑像也是可以 是 那老师其实刚才有提到说 那种水流的那种饰品 很多就想一定要往内的流里头的 对 又不可以往外的 有没有特别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 其实我们主要的原理就是 因为那地方是旺 我们就要放流水的东西 或者是植物 因为植物有生命 我们就是要去吹动它 所以并不关系到它到底向内流 或者是向外流 只是很多人会把它说成好像说 你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做 不然它就不能够成事 弄到你还是提心得胆的 摆得不好 对 其实没有关系 只要你有放流水的食物就可以了 所以包括刚才那个马的肖像也是 不管是走哪里都可以 这个马的肖像就有关系了 那这个马的肖像其实就看 每一个人自己有什么的看法 那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说 假如我的孩子本身一直是内宅男 不往外跑的 你的马的肖像就向外 让他多一点往外跑 假如你觉得说不能 我的丈夫在外面跑了已经很多了 我要他时常回家 我就这样的马的肖像是 王美 就让他懂得归家 就取那个义头 了解 听到了没有 你想你孩子怎样 然后你就要锁一锁这个心机了 是 动一动脑筋 老师还有问一下 这个大家都想知道的 财运 财运 正宗 你要正财还是偏财 两个都要 对 正财的话就是在中宫 是 八百星 八百就是大王的财星 那么在中宫的位置来讲的话 你可以放流水的食物 你可以放一些红色的摆设品 或者放一些植物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帮助吹旺的 不过记得我刚才有谈到就是说 中宫的位置不是代表整个屋子的中间 明白 你只要把你的平面图拿出来看的话 是 比方说你是住宫房间的话 可能那个中宫位置占的范围比较大 是 那么你摆放的那个位置可以更加多 不只是中央的部分 明白 如果是你要吹旺这个偏财 就是东方 所以东方这个位置蛮多东西的 是 就是舞曲这个地方 它是可以帮助偏财 那么一样的也是可以放一些 流水的食物 或者是金属品之类的东西可以帮助 就可以吹旺它一下 对不对 吹旺这个偏财 对 好 那观众朋友们 记得了没有 那么其实这些就可以帮助到 你们如何去吹旺 比如说你要桃花孕 要财孕等等的 是 没错 当然很多人也会关注这个十二生肖的流年运势 所以千万别走开 稍后我们的Green再会跟我们详谈 那说到十二生肖的运势 其实今年我是特别地紧张的 因为刚好又是猪年 然后我生肖又是猪 又是本命年 又是冲什么刑泰税又什么的 所以非常紧张 Green再马上教我几招 好 那么其实一般上来讲的话 你来到几本命年 我们讲的就是犯态税 犯态税通常有几个不同的 那一个再仔细地讲 你叫做执态税 就是你当执 那么执态税 其实那一年来讲的话 一般上会比较心情烦躁 以前可能很乐观的 但是那一年的话 就可能比较胡思乱笑 因为他忙着怎样要生孩子 所以他就执 执态税 就是比较多一些负面的思绪 对 负面的思绪 他在怀孕的时候怎么办 要不要再主持呢 类似这样的东西 没有钱了 怎么办 这样我很想知道一下 今年是怎样 对 那怎么办 那么其实校珠 今年其实还可以的 是 因为一般上来讲 本命年的那一年 一般上就是排行榜 差不多最后的 是 但今年不是 其实今年有好像第八 第八名好像没有记错的话 都跟你说 为什么 珠是有福气的 因为今年珠里面工作 有蛮多的那个集型 它最重要的是有天解跟解神 就是有人帮助你 帮你解决问题 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是现肩债而后解债 所以这个方面你要小心一点 当然校珠的朋友的话 如果你本身如果是想要开运的话 你可以多用黑色 蓝色 金色的东西 那么谈到了 因为今年也是相形 相形是特别容易吵架跟人 所以今年也是建议多穿一些 可能兔子肖像的衣服 或者是再带兔子的一些项链 之类的东西 它可以帮助和太岁 这个是衣着上的一些帮助 就是要夹杂跟他做朋友 这样有没有 对 有什么就是兔子去顶 对 那么除了这个猪猪吧 接下来就是鼠 对 老鼠 那老鼠其实在这个猪年 其实相当不错的 老鼠本身它自己的命中 其实是蛮多急性的 然后最好的一个急性就是 老鼠今年是属于一个桃花非常旺盛的 是的 我们叫做这个叫做咸齿桃花 咸齿桃花就代表你本身很容易造的桃花 但是要看你是属于 正桃花还是什么的 看你结婚还是没有结婚 对 如果你是还没有结婚的话 你是单身的话 这些桃花来到 你不是可以开开心心一下 对 如果你本身已经是结婚了 已经有男女朋友之类的话 这桃花就是玩完下去不好玩 就最好不要了 最好不要了 那么今年来讲的话 这个笑鼠的朋友 其实有蛮多东西可以考虑 放在自己身上的颜色 有蓝色 白色 银色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笑鼠的朋友 因为今年有这个太阳星 男性贵人 是 所以如果你本身想要 提望自己的这个工作运的话 你可以多一点去男性聚集的会场 可能有机会认识到你的男性贵人 好 记得了 笑鼠的朋友 那么接下来就是牛 牛 是怎样 那么笑牛朋友 其实今年命宫中 是一颗吉星都没有 好 她是最后一名吗 她不是最后一名 她不是 所以就是要稳扎 稳打 稳扎 稳打 对 那么其实命宫中 她其实今天有少少太岁摇合 摇合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贵人不是直接告诉你 是 极名东西 我想要提拔你 没有 她可能透过第三者 第四者 第五者 间接地去提拔你 所以你本身要做的东西就是要 稳打 稳扎 明白了 让自己靠自己的 个人力量去争取 那个所谓的贵人回来 是 所以要多穿什么颜色衣服 蓝色还是白色的衣服 是 当然 因为今年校女的朋友 急性没有 凶性其实蛮多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 如果是今年你不要削减 你自己的运气来讲的话 不要去医院 不要出席葬礼 然后可以的话 就考虑农历的六月跟十二月份 去洗牙捐血 可以抵消一些灾难 就破一下那血光是在这样 好 那后就是虎了 对 校虎的朋友 其实今年是好坏参半的原因 第一 他是属于我们讲的六合胎税 是 六合胎税 这就是代表人缘相当不错 但是同时他也是相破 相破就是可能你觉得自己 人缘很好 就开始压门压 就是可能就是 特别喜欢做一些高调的东西 所以我建议校虎的朋友 今年还是要低调一点点 不要太过好像就是张牙胡爪 是 那么可以考虑的颜色 是米白色 绿色跟金色 是 当然今年校虎的朋友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校鼠的不一样 是 校鼠的是男性贵人 校虎的是女性贵人 所以多一点出席那些女性的 女性的聚会 跟那些给伯给伯恩子谈谈 可能有机会呢 可能给伯之中认识到一些贵人 好 这样也不错一下 那接下来就是兔子了 对不对 你要好朋友 我要穿她的衣服 是 可是今年其实是第一名 第一名 第一名 所以我要沾她的光 对 这些兔子今年她也是太岁三合 就是人缘不错 再加上命共中有很多贵人性 所以今年校兔子朋友来讲的话 其实是可以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在旺上 再加旺的话 多穿蓝色 绿色 粉红色的衣服 是 或者也可以考虑去公园 去好消息出去 为什么是公园 其实校兔子朋友 今年的运气是不差的 因为她本身可能失去 会比较乱了一点点 所以去公园这些地方 可以接触一些我们讲的一些 平静一下 对 平静一下 让自己提升的运气 然后今年其实她的投资运是不错的 她的取材是不错的 所以今年如果你想要利用 除了挣财之外 多点赚编财的话 多参与这个投资课程 这样也可以 对 要去上课 提升自己一下 提升自己 对 那除了这个兔子之后 就是生下龙的朋友 校龙的朋友呢 其实我们讲2018年是冲胎税 但是来到了2019年一飞冲天 它其实相当不错的 是Top5里面的排行榜 是 那么校龙的朋友 是因为今年命宫中 其实蛮多集星的 最强的一个集星就是红卵桃花 红卵桃花是个正桃花 对 她人缘相当不错 当然还没有结婚的可以结婚 除了这桃花很好 多多开 那么本身今年如果再加强的话 你可以考虑多一点去那个喜庆的活动 是 去提升自己的运气 因为校龙的朋友呢 因为她去年还是犯太岁 对 那么来到今年她是慢慢地进步中 多一点参与这个喜庆活动 更加快地去出生 老师她年头要做这个身体检查 对 为什么 因为还是年头 还是在我们讲的冲太岁去年 所以她要慢慢地进步之中 老师 年头这样几多个月过后 才不算年头 那如果我们建议的话呢 就是在三月之前 我们是算农历吗 我们讲简单的就是西历 西历 不要弄到大家乱 就是在三月之前 然后你们尽量地去做这个所谓的宴宴 是 好 然后可以多穿这个橙色 黄色 红色之类的衣服 红色的衣服 对 好 那么龙之后就到蛇了 蛇又是怎样 蛇 冲太岁 冲太岁了 对了 那么蛇冲太岁 代表就是今年蛇跟猪是不合理的 对 冲的意思代表多变动 多变化 所以今年校蛇的朋友 可能就是比较乱七八糟了一点点 当然好的变化跟坏的变化 要看你出生的月份来评断 如果你本身是在这个秋冬出世的话 你的变化一般上是趋向于坏的变化 秋冬就是比较 就是我们讲的大概是 下半年的 七八九月开始过后的出生的朋友 如果是春夏的朋友 春夏的话 那个变化可能是趋向于好的 我们讲好的就是升职 不好的就是停职 好 所以一定要穿一些什么衣服来赶一下 其实你可以考虑多穿这个橙色 红色 黄色的衣服 让自己忘 好 然后今年其实校蛇朋友很容易大花钱 所以我建议来讲的话 你可以的话 也要花钱 你就自己加大那个保险额的金额 或者去购买一些奢侈品 做一些保障 反正都是要花 对 可是要花的就是精明一点 对 精明一点 对 而且据说今年蛇的朋友 也是有这个抑马的衣服 就是很多 其实如果是校蛇朋友的话 你也不要完全弃蕾 好 如果你本身的工作性质 是时常是可以出外外面公干的 好像做市场市场的话 你有机会就是在出外公干的时候 遇到你的贵人 像那些做空解空男的话 就非常好 生小蛇 应该是很好 对 住处有贵人 对 蛇之后就到马 对 来看一下马的朋友 那么校马的朋友呢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猪年也是不错的 因为校马今年也是蛮多集星的 还有两个强而有力的集星就是我们讲的 紫微跟龙的 这两个集星的话就代表很容易 有贵人的相助你 再加上今年是太岁暗和 就是暗中有贵人帮助你的 所以这今年校马的朋友呢 其实不差了 如果像兔子这样子要再贪心一点的话 你就多穿那些紫色 咖啡色 橙色的衣服 对 然后还要喷什么植物清新味道的香水 对 因为本身马是熟火的 如果你放一些清新的植物味道的话 可以参与木生火的原理 让它自己更加旺上加旺 是的 不过要有个东西 要提醒大家的是 通常这个校马的朋友 他有紫微跟龙德的下一年就是冲胎税 所以2020年是一个变化年 所以当你觉得今年2019年 赚得不错的话 储蓄起来 不要大花 好好地去面对2020年的变化 这个要特别小心 对 对 那么这个之外就是到羊了 对不对 羊的朋友呢 今年呢 学生下最后一名 有 那其实很奇怪 可是不怕的 君姐在这里 对 所以赶快听好 是 就是校羊的朋友呢 其实今年它是属于三合胎税的 是的 真的羊跟猪是非常友善的 就代表今年能认识到很多朋友 但是很可惜的 我们讲认识到朋友 不代表是好朋友 朋友可能是小缘 可能朋友认识到只是猪棚狗友 没有帮助到你的 是的 那么见上的朋友呢 因为他一颗吉星都没有命工作 他有的只有一个滑盖 滑盖是代表思绪灵敏 这个是有利于从事于创作的人 好 那么但是如果你本身 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讲的话 校羊再加上命工作就有这个天库 天库代表容易酷 再加上滑盖 这个人很忧虑 很喜欢封闭自己在猪年 不喜欢往外跑 所以校羊的朋友 今年你又不要往外跑 虽然你三合胎税 又有什么用 对 所以今年校羊的朋友 运气比较弱了一点点 是 那么就建议校羊的朋友 可以考虑多穿这个 灰色绿色的衣服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纹眉 整容 还是去 因为我们不要再去破相这类的东西 因为今年可能校羊给他感觉都是 不是看得很顺眼的那一种 你再去做这种东西的话 可能会必就是弄得好 也是弄巧反拙 所以建议就不要做太多的改变 老师那边我看到就是可能 他可以在家里面 这个东北方西南方 又布置一些东西 是吧 对 东北方西南方是因为今年校羊 他胸心蛮多的 另外一个就是病痛 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东北西南 因为是属于我们的二黑跟五黄 是 不是属于病痛心 所以你可以放这个金属的物品 就是去化解这个病痛心 对 然后农历的六月十二月去洗牙 洗牙缘血 所以今年蛮多灾难的 所以我会建议校的朋友 今年自己去激励自己 去多参与一个激励课程 因为你有天库 然后你自己又封闭自己 所以我觉得你需要自己帮助自己 对 再不然可能多看一些激励的书 也是有帮助的 对 对 看活力加油站呢 当然 我们会为你加油的 我们给你活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属猴的朋友 是 属猴的朋友 其实今年也是不差的 他今年运过就蛮多吉星 好像富德 天德 路星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个吉星来到 他唯一要做的东西就是要不失 要行善 你要做善事 就是你越做这种善事越多 你的那个吉星就越好 是 福气就越好 那么今年来讲的话 可以多穿这个蓝色 紫色 粉红色的衣服 如果要更加运气好的话 就出一时五就不妨吃下栽 多做善事一宫 对 对 然后鸡 鸡的朋友 那小鸡朋友也是多灾难的 在这个所谓的猪年 那么小鸡的朋友 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建议也是要多一点低调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白色 银色跟金色非常适合你 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的就是我讲了 就是春夏出生的人 其实今年会比秋冬出生的来得好 是的 所以你本身如果是要吹旺的话 春夏出生的人 以北的国家跑一趟 秋冬出生的人 到出生地以南的国家跑一趟 它可以帮助提升你的运气 以北的就是以马来西亚为这个 对 看你在什么地方出事 假如你本身是在新加坡出事的话 你往北的话就是看新加坡地图 再往北跑 老师 比如说我在吉隆坡 我去槟城可以吗 你可以 但是那个作用并不大 一定要出国的 一定要出国的 最好能够就是说坐飞机 你可以坐 坐飞机 坐飞机去冰菜 坐飞机去冰菜 但是路途很短 路途很短 你可能还没有去 更远一些 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磁场 从这个地方转到去另外一方 再吸收另外一个磁场 是 去泰国 不要假假 所以我们要做了 就做到底了好不好 对 好 来到最后一个了 好 就是狗 笑狗的朋友 跟海仔笑龙的都是一样 他其实在2018年都是翻胎岁的 但是这两个声色都是 非常地不错 一杯冲天 对 所以笑狗的朋友 其实今年他也是蛮多贵人的 他有一个天喜桃花 就是有喜事降临 唯一最大的缺点就是体落多病 今年笑狗的朋友 建议不要去那种冷多的地方 是 有什么方法可以化解吗 很容易感人 如果居家的摆设 风水的话 你可以样的东北跟西南 是处于我们的冰痛心 所以你可以放这个金属物品 是 然后建议在3月 农历的3月跟9月去洗牙捐血 好 为什么要多和伴侣去旅游 对 因为笑狗的朋友 因为笑狗的朋友 今年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这个黄帆 就代表明有跟这个伴侣吵架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自己的运气的话 多一点和你的这个伴侣 抽一点时间给他们祝光晚餐 就是要好好地 心恋心地聊一下这样 对 对 这个不错 我觉得他另一半听到 他会非常好 非常好 然后自己出钱 对 好 老师 来到最后这里 除了我们就算是二生肖了 对 有什么一些提示 就是说可能我们在整年里面 无论你是什么生肖 我们应该要去讲面对 其实如果是讲说要面对来讲的话 你可以用颜色 其实今年最好的颜色是金色跟蓝色 不要理它是什么生肖 你可以多用这方面的颜色 是的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其实 猪年是属于从去年的我们讲的狗年 因为狗年是整个土居 对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五年金水 五年木火 其实今年来讲是刚刚要进入所谓的金水 好 那么它本身 几亥这个字 几是代表土无形 是 亥是代表水 上半年还是不稳定 明白 下半年之后才慢慢地进步当中 是 那我刚才有提到的 因为其实在金水年开始之后 春夏出生的人会越来越好 所以 秋冬出生的人会慢慢不好 明白了 所以不好的人准备自己要 就是除血干粮 是 然后其实就是面临的 对 就是遇到的困难还是怎样的 对 那么一直以来比较不好的 比方春夏不好的人的话 那么今年开始提起精神 因为你的运气将会来着了 好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的君姐来现场 给了我们许多的这个提示 对 我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们还是要积极面对人生的 对 我总觉得 其实人的这个正面的思维 还是可以主宰一切的 所以一定要有乐观的心情 好 我们谢谢君姐 谢谢 好 那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回来我们叫Chef Pong 欢迎回来 我相信在新年期间 很多人家里就会有这个肉松 然后鱼皮 跟一些那种什么小食之类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种小食呢 然后又再转换变成一种新的料理呢 马上请出Chef Pong Chef Pong 你好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在新年期间 不是剩下很多食物 对 没错 不要浪费食物 所以我们立刻来 请我们的Chef今天要叫我们做的这个是 黄金肉松煎饼 对 所以就是有这个肉松 对 和这种什么鲸鱼皮 放紫菜什么都可以的 好 然后我们有青葱 四颗鸡蛋 对 还有半杯面粉 一杯半的起司 是 然后鸡蛋 鸡蛋 鸡蛋 然后我们有发粉 好 我们有盐 好 然后这是给食材的 是 首先 那我们来做什么 我们是要做那个面糊是不是 对 很简单的 就放面粉 是不是那个好像蛋糕类似 对 了解 我觉得很好 可能蛋糕的话 可能就变成下午茶 或早餐都可以 对 早餐都可以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对 好 擦一擦可能比较顺滑一点 对 对 就把它那个颗粒的部分 擦一下 对 所以这样你搅拌比较容易 是 喂 真的很滑 你看都下完了 对 都没有颗粒的 这是高等级的 是 好 盐可以直接 盐 行了 是 好 来 蒜粉黏着了 来 盐 然后 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吧 对 什么东西都放下去就可以 你只是加入而已 所以就这样放鸡蛋 放鸡蛋 再加入鸡蛋 鸡蛋就分次吧 就比较容易搅拌 我不用放水的吗 不需要 可是鸡蛋就是要分颗 这样放进去 对 会比较容易搅拌 像我从左洞 通常会倒在中间 它就会比较容易搅拌 然后就在中间这样搅拌 旁边的面粉就会慢慢融入 对 没错 因为你的面粉都这么辛苦 不要给它颗粒了 然后不然你的鸡蛋 全部下的话就很容易起颗粒 对吧 不容易搅拌去 好 所以是完全不需要加水 不需要 可以就这样 对 很简单 好 放轻松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也可以不必放 可是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它有一个香香的味道 对 而且我觉得色泽也比较丰富 对 切个辣椒下去什么都可以 Chef 你刚才放了那个叫什么鸡蛋 很香 看到它的味道 对 好 然后芝士 芝士好 那个分量我发现很多 是不是越多越好 自己吃可以 因为如果小孩吃就很健康 你通常的那种 盘子蛋糕的面糊都会有放油 你会注意到这个没有 是 对 因为芝士本身它已经有油分了 所以你不需要放油 所以芝士就更多 然后取代那个油的油分 对 然后放小水分 Chef是用牛油是吧 对 少许的芝士 好 就很简单 更香 煎出来应该是 对 如果你怕芝士比较难控制的话 你也可以用橄榄油什么的 橄榄油也可以 对 因为芝士很容易焦 那我们就放这样一颗一颗这样 这个有点像买人的Chocodoke 对 没错 可是它是拿来用很多油来炸 是 而这个根本是拿来煎 变成煎饼 它最好就是用一些不粘锅 对 就不需要放更多的油 对 可是它其实有一点油分 它的表面会比较金黄 比较有点上色 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新年的就是好意图 看到它黄金金的 对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那个好意图 我叫做黄金肉送煎饼 对 对 新年的时候酸出来 这个叫黄金肉送煎饼 好高级 好 就给它这样煎一下 对 因为它就像 就是有很多人煎片 可以就手痒 一直要翻 对 其实不需要 要有耐心一点是吗 它真的要先给它成形 所以你们要看它起泡 其实它起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才翻 你不要一直翻它 一直翻它 它就会很黏黏的 对 它的形状也不漂亮 然后就很漂亮 对 然后火候当然 就是它到起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对 火候也是要注意 看 好美 真的 对 重点就是要等它起泡 明白了 你才翻它 因为有很多的那个芝士 有没有 所以现在那个味道真的很香 很香 好想吃 我可以想象那个芝士在里头融化的时候 对 因为现在都是小孩很喜欢吃这些芝士 对 所以可能在家可以做一下 因为你知道新年不是吃鱼肉 就是吃一些肉类的东西 对 你也想要吃一些 可是很怕的 因为很多中式 你也想要吃一下这种比较西式的小甜点 对 我觉得好舒服 我觉得那个蛋香也很好 很香 因为它其实营养价值很高 它面粉其实也不多 对 对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真的是很有兴趣要做这道煎饼 我们立刻来看一下有关的食品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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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好想吃 对 然后像我刚才打开的时候 你看 里头那个芝士还是满满的 是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放下一些 你喜欢的一些配料 比如说今天Chef就放了我们的一些 肉酥 鱼皮还有青葱 对 对 我知道有那个什么美奶汁的味道 对 这个好像有提升它的那个更香 对 而且我放美奶汁是让那些鱼皮 这样轻易掉下来 它会有黏着它的作用 了解 对 它也让它比较顺 对 因为肉松的时候它就会那个什么 你看它的芝士 所以你看它放了发粉还有那个芝士 真的那个蛋糕完全的感觉不一样 真的 味道也不一样 多层次 对 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说 我们自己可能做的就会那个很扎实 可是这个时候你摇起来就很松了 就因为是发粉 对 发粉重要 发粉它遇到水它才会发 所以你看 所以就很像蛋类似水的 还可以放其他食材的吗 放水果可以吗 可以 水果 不要放美奶汁 你放乳酪 放乳酪 对 不错 如果你要放水果的话 是 非常棒的这个料理 我们感谢Chef Pang 谢谢 好 那明天的课题 我们将会和大家谈到的就是 是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这个感情就会慢慢地转蛋 所以明天就好好守住我们的火力加油站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课题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可以发信息进来 018-3700-792 是的 那么如果你想回顾 或者是重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 那你就可以扭开NTV3 我们从早上8点钟就会重播的 是的 没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好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什么科技可以介绍给大家 25%的女性会有尿尸镜和尿肾的问题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个器 是叫AMCELLA 它可以帮到女性解决这个问题 AMCELLA是用一个high frame technology 它是一个很大的magnet 所以它会帮到你做盆底肌肉的运动 可以控制你的尿湿镜 更年轻的女性她们会有一个disconnection 盆底肌肉它没有这样strong了 它control不到AMCELLA可以帮到你强化你的盆底肌肉 那个magnet会target你的肌肉的motor neuron 所以motor neuron是很重要来给你好像exercise 它好像contraction这样 你坐在那个AMCELLA的椅子 它可以帮到你做十一千下的盆底肌肉运动 它们starting是有一个tapping 来给你找那个target 最重要是你要做到硬道跟肛门的中间 它是没有用肤色 所以它是没有副作用的 最好是要做六次 一个礼拜你做两次 根据研究报告 那个结果会9几个月 患者可能六个月 你到回来做一次就可以了 一讲乙齿会控制一个尿湿镜 很奇怪吗 就是我不太相信 真的我非常的不相信 但是为什么不做 所以我就做一个半个小时罢了 又不用换衣服 什么都不用就是坐在那边 第二次我又来 我好像感觉到又不一样 我以前晚上 时长起来小便就对了 第三次我又可以看到我的烟尿 已经少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起来烟尿 我以前咳嗽 然后是大声笑一下 我的尿会出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是老人家的病状 还是这些 现在我不用穿Betty Line 那我不怕他们了 最好最好的就是完全 那个可以控制了 你没有完全不用去好像特地控制她 觉得很幸福 这样没有 Amsala也是可以帮到 in terms of sexual function 也是可以帮到 你彭底肌肉的 血液情寒 During sex with the husband Ladies will feel a bit more敏感 比较年轻的女性 如果她们没有尿石镜的问题 她们也是可以做 因为彭底肌肉的运动是很重要 它可以 prevent到尿石镜的问题 所以Amsala可以帮到她们 改变她的生活 夫妻间的关系也是更亲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